大家好,我是阿勇 今天的视频我就用梅花露的露肉给大家分享两道菜品 先给大家分享的是香煎露肉 露肉是很腥的 它的血气的味道也会很重 两种的做法方式不同 去腥的方式也不同 今天用的这块肉是梅花露后腿地方的肉 这部分的肉筋膜比较多 其实做这道菜 用梅花露的里脊肉当然是最好的 首先我们先分离一块大约在400克左右的瘦肉 分离好后 我们把这块露肉从中间片开 露肉不要太厚 那样在煎的时候会很不好煎 然后我们再去除这块肉周围的鸡膜与底部的鸡膜 整理好后我们放入到盘中 先用食品用纸吸干表面的水分 露肉的粘性是很大的 吸干表面的水分后 我们把露肉进行一个腌制 因为露肉的特性 它的腥味和血气味都很重 那我们就要把鹿肉先进行一个自然排酸和腌制的这样一个过程 首先我们用研磨器把黑胡椒均匀的撒在鹿肉上 然后再均匀的撒上海盐 倒入少许的橄榄油 用手涂抹均匀 另外一面腌制的方式也是一样的 两面处理好了之后 用保鲜膜把鹿肉盖上 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不低于4到6个小时 让鹿肉在这个时间里头进行一个自然排酸的过程 同时也让鹿肉入个底棍 也去掉鹿肉的头性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把鹿肉取出来 现在的鹿肉也基本腌制好了 揭开保鲜膜 让鹿肉与空气接触个10分钟 准备一股大蒜 用刀从中间切开 起锅加入少许的花生油 温油的时候我们放入大蒜 再放入迷迭香 如果没有迷迭香的话 就用洋葱碎来代替 大蒜和迷迭香出香后 再放入鹿肉 然后再放入一小块黄油增香 这时的火为中火 下面我们把这块鹿肉两面煎制一下 两面煎制以后啊 我们再把鹿肉夹起 把鹿肉的周围的这个肉再给它缝一个边 这样子能让鹿肉的汁水充分的保留 然后再把火改成小火 一面煎制五分钟左右就可以达到全熟了 我建议是全熟 如果不是全熟的话 鹿肉本身的血味很多人是吃不惯的 下面我们把鹿肉夹出 把它放上两分钟 放上两分钟后呢 鹿肉的表面会有一些汁水冒出 我建议用视频用纸洗干表面的汁水 要不这样会影响口感 当然了 喜欢在六成到七成熟的话 那你煎上三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现在这样一到香煎录肉就好了 你学会了吗 更多家常菜请订阅点赞 阿勇每日小厨 阿勇每天带给您家的味道